大家好,我是Boss,欢迎来到Boss市场快选 今天我们来谈中国对黄金的贪婪是如何被骗子和洗钱者所利用 从而反映出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 咱们看看,中国各地的珠宝店现在真是忙得不行 订单那叫一个大 尤其是金条这玩意儿居然成了新宠 神秘富豪下单金条要寄到天南海北的地址 一副有钱任性的样子 结果这些买金条的人呢 嘿,空手套白狼的,可谁来接盘呢 99%都变成了铁拐骗局中的苦主 咱先来了解一下,一个典型案例 杭州一个女士,啊哈,也算是知识分子吧 被个网恋男友吹的是天花乱坠 1900万元人民币,折合260万美元 这大手一挥,买金条都不带眨眼的 结果呢,金条默现着,钱也默现着 连那个男朋友也随风而去了 这钱去哪了? 简单,洗钱集团的口袋 这么夸张的事件不只是一个个案 今年以来,咱们见到类似的新闻 是接二连三,各类手法不断翻新 有的是冒充亲戚 有的则是用高大上的投资理财幌子来迷惑 买啊,买黄金啊,这可是大赚的机会 黄金当然赢了,谁输呢 还是大多数中国老百姓 尤其是在经济承压 投资理财渠道受限的大环境下 很多人一不小心就掉进了骗子的陷阱 为啥这些事会变得那么普遍 要说经济啊,大家对中国经济信心不足这话根本弱爆了 中国的经济不景气已经成了公认的事实 咱们来自官方的或许还能听到一些不错的经济数据 但老百姓的真实感受呢 可不是什么增速下行问题 而是买不起房子,找不到工作 更别提什么未来的希望了 从赌房市到炒黄金 是这几年一系列财富故事破灭的真实写照 咱们注意到,疫情期间政府推出的政策 砸钱的手段那是没少动用 但结果呢,钱打水漂了 现在社会上蔓延的正是这么一种报复性的骗局思维 银行利息那么低,房地产又是鬼城一片 就算拼了命,我也得赌一把 所以,这样的黄金骗局骗到人一点都不奇怪 甚至可以说是一场经济困境下的心理群体现象 经济学家说过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陷入困境 普通人缺乏体制内的致富机会时 非理性的盲目投资行为 甚至不图手段就会趁虚而入 黄金本来是一种避险资产 但今天它也成了一种最后一搏的武器 很多人已经丧失了基本的理性 只要能积累点残存的财富 他们就会相信天上会掉下黄金 根据卡迪夫大学犯罪学教授迈克尔列维的分析 中国经济与房地产的崩溃 给很多老百姓心里投下了无法抚平的阴影 他们一面是在失去工作 房子便成不了现金 又或者看住自己未曾兑现的财富梦泡影化 而骗子们恰恰抓住这一点 踩准了老百姓的绝望情绪 既然正当行当追不上 想点旁门左道道也试试吧 结果一试就掉坑里 黄金作为全球通用的硬通货 它为什麽受到这么多人青睐呢 这可不仅仅是因为它保值 而是因为它难追踪和易转移这两大特质 成了不法分子的最爱 首先黄金具货币功能且流动性加 在国内外都可以流通 这给了骗子操作的空间 其次黄金不像房地产或股票 这种有透明数据的投资产品 很多细节隐秘性强 监管起来难度大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 中国是全球最大黄金消费国 2024年 金条的需求是达到了十年来的巅峰 这背后是什么 是对中国经济的不信任与逃避 这得给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敲响警钟啊 而对于那些试图洗钱的犯罪分子来说 这种趋势再好不过了 因为黄金购买和运输过程比起银行转账来 更具隐蔽性 甚至还能通过像跨境快递这样的合规外衣 顺利出路径 凡喜前专家傅成臣指出 黄金不仅能转移财富 还能让骗子们利用它向合法行业 转化步伐资金掩人耳目 这就是魏石魔 我们看到 2022年以来 包括到现在 洗钱案件乃至于假黄金投资的案件 数量持续增多 警方公布的数据显示 仅仅2022年洗钱罪犯的数量相较 2019年上升了5倍 回头看看 中国目前面临的金融诈骗 尤其是黄金相关的诈骗 不单单是人性一案面的一面结果 更是金融政策失灵教育落后的产物之一 首先 当然是金融市场的发展 一边是房地产暴雷 导致了信心崩溃 一边是金融市场发展之后 让群众和投资者 迷失在信息不对称的迷宫里 而政府监管部门呢 这些年咱们看见的 大都是亡羊补牢的小修小补 总有一点不接地气 你看 骗子们之所以屡屡得手 归根到底其实是大家普遍缺乏 最基本的金融常识 这可不是说咱老百姓愚昧无知 而是现实逼人 逼得老百姓只能迷信那些 一夜暴富的机会 台上谈得天花乱坠 但台下默认教 你怎么靠合理合法的 投资创造财富 这样的制度 环境到头来是谁的问题 咱们多看看国外 比如美国的金融市场教育 光高中和大学 就开设数不胜数的 投资入门类金融课程 再看看中国呢 大多数老百姓 只能从赌图新太下的投机 开始学 到最后输的是人才两空 国内当局 要是继续这么放纵 金融诈骗只会层出不穷 这也不得不扯到 更宏观的层面 就是中国经济本身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人 对被动收入 和快速致富这么痴迷 背后其实是 就业市场和创收机会 严重匮乏 根据最新数据 青年失业率高居不下 甚至中心城市 大学毕业生充斥的各个产业 也无法吸收年轻人的能量 这与很多人的预期 越来越偏离 雷厉风行的清零政策 耗尽了不少行业的活力 地方债务的黑洞 又让基建项目难以再度激活 中国进一步转型的迟缓 让经济面临衰退 压力空前增大 所以别说普通老百姓 有多大的投资选择空间了 很多有点积蓄的人 也不知道该往哪里放钱 银行利息一降再降 理财产品一个个踩雷 房地产市场更是千疮百孔 这时候 黄金就被当成了 大家想要保命的一根救命稻草 可是问题来了 一边是大家慌不择路的抢购黄金 另一边国内的监管机构 对黄金市场的透明度过低 加之公众对黄金的促理解 导致了更多漏洞和灰色地带的滋生 这对整个国家 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是极为不利的 咱们再来看看黄金 与其他主要资产类别之间的关联 回过头来 在谈房地产市场的出现崩盘迹象 这也是导致黄金需求飙升的 关键因素之一 如果说过去十几年 小到普通市民 大到财富精英 他们几乎都把房地产当成了一个 稳赚不赔的投资品 那么今天 当房地产泡沫彻底破裂 曾经支撑无数中国人的财富梦 彻底碎成渣 大家对任何形式固定资产的信任 就逐渐流失 这个时候 再看黄金作为避险资产 具备极强的抗通胀能力 就变得愈发有吸引力了 数据显示 自2023年年初到2024年 国内黄金价格上涨了将近30% 而房价却是持续走弱 甚至在很多城市 它已成为了庞氏骗局的代名词 面对这种局势 黄金自然成了普通老百姓的安全港 但凡是有点资产的家庭 都开始考虑转向黄金投资 一方面是想保值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他们看不到其他稳定的投资渠道 然而 这一转向却并未如想象中那么美好 大量步伐之徒 也正是利用了这一心理 进行各种金融诈骗 加上中国的金融监管系统本身并不成熟 很多交易环节中都存在住信息不对称 偏远地区的经济发展况更是滞后 这为网络犯罪提供了绝佳的温床 事实上 这些所谓黄金投资 黄金避险背后暴露出的 是中国经济结构性的深层次问题 经济衰退引发的 不只是单纯的消费疲软 它还带来了整个社会的信任崩塌 当人们对未来预期不明朗 对正规经济渠道失去信心时 旁门左道和不诚实的投资机会 就会开始蠢蠢欲动 而这正是犯罪分子们所利用的空间 在这样的环境下 不仅诈骗行为变得更容易 洗钱也会变得非常猖狂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 从2019年到2022年 中国因涉嫌洗钱罪 被判刑的人数攀升了五倍 这不是一个小数字 这是一股几乎无法忽视的金融地下暗流 不仅改变住金融生态 也改变住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要知道 黄金在这其中 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黄金的高变邪性 和全球通行的属性 让他成了犯罪分子转移赃款 和洗钱的重要工具 而且与传统的房地产或股票不同 黄金的市场透明度相对较低 这也使得他成为 地下经济体系中理想的资产 根据刑事辩护律师傅成臣的统计 他所接触的洗钱案件 较两年前增加了五倍 他特别强调 黄金价值高 携带方便 流动性强 是经济不稳定时 犯罪分子用来掩饰 非法资金的重要手段 这就引发一个问题 中国的金融市场和监管系统 是否为普通投资者提供了足够的保护 显然 目前阶段答案是否定的 投资者缺乏基本的金融教育 对黄金的需求 和谋求财富安全的渴求 反而让他们成为诈骗 和洗钱集团的筹码 那么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呢 首先 毫无疑问的是 必须对金融诈骗和洗钱行为 进行更加严厉的打击 中国政府已经多次 强调对洗钱的零容忍态度 但实际执法力度和监管体系的完善 显然在面对不断升级的金融犯罪 实险的有些力不从心 2023年出台的《反洗钱法》 最新解释 将黄金作为典型的资金转移物之一 这是个好的方向 但仅仅依靠法律修订 恐怕还不足以真正解决问题 其次 经济政策也应该更加注重 结构性改革 不能让普通百姓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 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失衡 房地产泡沫后的腾龙换鸟进展缓慢 导致了经济增长的长期不确定性 这加剧了投资者的不安全感 政府应该进一步 改善经济体系的透明度 给市场以真实的信号 而非虚假的繁荣 尤其是在金融教育和监管框架上的不足 直接导致了大量普通人 对于金融诈骗和犯罪行为 缺乏足够的预警意识和防范手段 这方面 中国应该加大对金融知识的普及 和国民教育的推广 通过提升国民金融素养 来应对这一问题 让投资者不再是金融骗局 和洗钱犯罪活动中的冤大头 最后 我们必须说 这些黄金相关的金融诈骗与洗钱案件 不单纯是经济问题 它们也是社会道德与前景失落的综合反应 当人们对制度 对未来失去信任 当社会不再有清晰的财富路径时 很多捷径就会浮出水面 骗子才会层出不穷 中国当下的情况 正是这种制度性信心危机的一个缩影 这点对于政府而言 可能比处理单个案件更具警示意义 要想根除这些问题 光靠加强打击洗钱罪行可能还不够 更重要的是 重新建立起 在每个老百姓心中对美好未来的基础信任感 这既对中国经济提出了更多的挑战 也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敲响的警钟 能否让中国经济走出低迷 从泡沫雨片局中醒来 将会直接影响国家的长期稳定与发展 以上就是今天BOSS市场快讯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如果您有不同的意见 或者看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本栏目的话 也请大家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